当职业赛车手假装新手来考驾照 你猜教练员会不会被吓晕过去 一开始气氛还非常融洽 教练员姐姐一直在提醒起墙该如何操作 怎么挂档 怎么踩离合 怎么松离合加油 反观起墙也是一脸紧张 仿佛一个新手一般 她还装模作样地重复了一遍教练员的话 确保自己记住了 教练员姐姐对这个虚心的新手非常满意 车子开始动起来了 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惊人画面呢 你看姐姐笑得多开朗 心中肯定想着你们这些孩子真幼稚 开个车这么开心 不料一分钟之后 起墙开始狂踩油门 车速瞬间提高到非常快 教练员有些不淡定了 不断地提醒他该踩刹车时就要踩 踩刹车不花钱 没想到起墙还继续挂档提速 教练员已经不是不淡定那么简单了 他感觉自己今天似乎要出点什么事 他不断地劝导起墙放松一些 不要太紧张一味地踩油门 无奈起墙好像听不进去 而且一脸的害怕模样 发动机的声音持续增大 说明车速已经达到令人可怕的地步 教练员怂了 开始大喊让起墙停下来 不过这小子明显想整人 还在继续提速 教练员姐姐慌到不行 奈何车子的掌控全部在自己手上 现在他只能在心里求神拜佛 祈祷这个疯子快停下来 好言相劝起墙根本不听 车速骤然大幅度飙升 一个飘移直接把教练员给吓到三魂丢了七魂 太疯狂了吧 如果姐姐有心脏病的话 此刻必定复发 如果没有心脏病 估计也吓出心脏病了 这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他将需要用余声来治愈 起墙还大喊这个车太棒了 我考试肯定能合格 姐姐已经吓得无法回答问题 在他震惊的眼神中 起墙把方向盘给拿了下来 这都是什么事啊 教练员这下不傻也不行了 此刻他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逃离 免得这个疯子待会要尝试没方向盘飙车 当起墙解释自己是一名赛车手时 教练员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不过老外就是大度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 如果让你来 你敢坐起墙的车吗